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這幾天回南部 我就說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家的菜園 南部也有種一些東西 發現是不是南部太久沒下雨了 我很多植物都死掉了 事實上我已經有一陣子沒種菜 但是還有一些植物還是隨便它長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已經死了 這個就是海珊瑚 我記得前一次回來的時候還長得很好 誰知道這一次回來就變這樣 這顆海珊瑚非常的大 然後還是經不住這個氣候的變化 還是哭死了 我看至少有20年有了 有這個我們 對至少20年 因為我還把這個海珊瑚還分租很多 大概七八盆 那也不曉得有沒有火 等一下我可以繞過去看一下 那再來我們繼續看 你看連這個十年也不行了 只剩下幾顆而已 對啊 好慘喔 今年的乾旱比以往嚴重 對 這邊 這邊各位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韭菜 我也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韭菜真的是很厲害 別看它這樣子 其實它還是長得很好 對 雖然有一些老葉 你把它弄掉以後 它底下的根還是 都是還是好好的 然後都是過一陣子 就是會長得也是很茂盛 我是覺得這個韭菜 雖然說很乾旱 它還是有辦法生存下去 韭菜還是技高一籌 對 它的耐力 不輸仙人掌類的 對 你看這個仙人掌 有一些好像也 就是本來就不要的 就放在這邊 好像虎尾五竹也不錯 這個是虎尾五竹 這個是從台北帶回來的 這個虎尾五竹 雖然長得不漂亮 可是它還是長得好好的 只是沒有很大株這樣子 然後都是比較小葉子 因為我們這邊都沒有在照顧 完完全全也沒浇水 也沒在照顧的 全部是靠天吃分 所以也長得不錯 然後各位順便看 這個韭菜 我就說它耐旱力很強 它還是長得很好 這邊 這邊我們的火龍果 連雜草也長不 這個雜草你看 長這麼高的雜草 表示它有一陣子是OK的喔 那就是 到後來缺水就死了 對 所以也是很糟糕 這個火龍果也是 我記得上一次回來 還是有結幾顆 那個火龍果 可是最後也是不行 可能也類似得病吧 對 因為這邊真的是沒辦法照顧 那我們就說 隨便它 隨便長啦 沒長也沒關係 以前還想要 幾年前還想說 多種一些菜啊 或是種一些什麼東西 現在我們都 那時候還有自動浇水 對 你看這個 這個 電磁房 電磁房 後來就都沒有了 後來想說 這個有時候回來 菜都種得這麼糟就算了 所以回來就放棄 就是隨便它 隨便長這樣子 沒有火也沒關係 就是很隨隨性的長就對了 那這些雜草也都是 真的是死光光 對 哇 這每一顆 這個好像有文書籃 這裡 就死了 因為有一陣子沒回來 所以變成 都剩雜草 然後雜草也活不了 然後來看我們的海山湖吧 各位可以看齁 有些有活 有些已經死掉了 那這個是 這個是應該是 蠟葉嗎 文書籃 對 文書籃還勉強活著齁 那有一些這個海山湖 我們看就是 喔乾 乾成這樣子 你看 瘦成這樣子有沒有 就一看就是缺水的嘛 這個枝條看就是 看得很清楚 那倒是來看這一組 欸這組長得還比較好一點 對啊 只有這一顆 嗯 其他都長得不好 喔還好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其實這個海山湖齁齁 很多人喜歡當那個擺飾齁 其實就是說 隔一節齁 然後差種齁齁 它也是會活到時候也很漂亮 我看海山湖齁齁就是 沒有說非常強 嗯 因為有些也死了 死掉了 有些你看就是 這是倒成這樣 就像 就算活下來的 也是有點糟糕的感覺 欸 就是完完全全沒有在整理的情況下 就是原汁原味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算是已經放 放棄了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植很厲害 大概三次也有介紹過 來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你看 哇 長得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我從 從台北拿回來的嘛 就是朋友送的那個 幾顆嘛 對龍蛇蘭 它那時候有一些側芽 我們就帶了兩顆回來種 欸居然兩顆長這麼大 那我們是不是其他地方 全部改種龍蛇蘭 龍蛇蘭種那麼多要做什麼 可是其他長不活啊 這個龍蛇蘭齁 比海山湖還厲害 你看 你看這樣子它居然長 海山湖還 還那個 醜醜的 這個龍蛇蘭這麼漂亮 而且真的很漂亮 我們都完全完全都沒有澆水 因為比較少回來這邊 那你看 連雜草都活不了 它居然還活得了 你看 欸 是不是要叫做地表 最強的 最強的 很強的植物 比空氣風裡還強 很強的植物 我看空氣風裡 這樣子曬也不行吧 嗯 空氣風裡也不能過度曬 對啊 所以一般都是要通風 嗯 我是覺得這個是蠻厲害 跟我南部 同樣那些 嗯 同樣是側芽分出來的齁 嗯 它們長了大概將近十倍 北部啦 北部的 北部很小 嗯 同一批次的 嗯 那時候有給各位看嘛 就是我種在A菜那邊 有兩喔 有一顆比較大啦 兩顆比較小 對 一共是三顆嗎 我自己幾顆的 嗯 都比這邊的還小 所以 台北最大那一顆 也不過這個的三分之一而已 我就說將近十倍啊 嗯 對 所以 這個很適合種 適合種在南部 嗯 龍蛇蘭適合種在這邊 嗯 搞不好在下樹來看就變得更大 對啊 因為上次有介紹沒有那麼大 它也是只有這兩顆活著 啊最早以前這邊是有種那個 紅 紅 紅拔蠟 嗯 紅辛拔蠟吧 種不活 那就是後來就 就隨便就放了兩顆這個龍蛇蘭 結果種得相當的好 真的是 南部應該真的是 這些也是雜草啦 雜草還勉強有一點綠色 我也是不行啦 就這裡啦 紅青拔蠟 這個這邊 沒有啦 這個是金 金棘 金棘也死了 金棘死了 拔蠟 這個是拔蠟也死了 都死了 嗯 然後這還有一些就是 雜草 雜草也開花了 對 嗯 主要是這邊我也不想再種東西 因為實在也沒時間啦 嗯 那就是說 其實那個韭菜也是之前種的 就一直留著 因為牠沒死你就不用慘掉嘛 就繼續讓牠種 這邊 本來這邊有一些火龍果也有死了吧 嗯 這些都是韭菜 其實看這些綠色的都是韭菜 那時候牠也是會長得很好 嗯 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 欸 這裡拔起來了嗎 不是不是 這一棵是拔起來的 不過這個洞很奇怪 這個雜草堆 裡面有一個坑 有一個坑 表示有動物在這邊活動過 一般來講 就是南部 很常見的那個夜鷹 牠不煮草 牠只在草地上 土地上蹲一下這樣子而已 嗯 所以那個都那個 隨便就 嗯 不對的鳥 對 一天到晚講對 對 牠都喜歡半夜草的 事實上是不對的 嗯 那台北 台北比較少看到這種 這種動物的人 嗯 這種鳥類比較少看到 對 南部非常多 嗯 半夜就會很草就對了 對 那所以牠就是直接在這邊 喔 殘亂 殘亂吧 呼化這樣子 到時候就會走這樣 嗯 你看這樣看起來 各位看師傅都是我 就是 就是 沒有什麼生氣這樣子 就是都是乾 一片枯黃 對這個 上次也有講說這個有火龍果 可是各位看很慘 有嗎 你看這個火龍果 啊 你看 牠是不是已經過熟了 然後 就自動壞在樹上 因為上一次我們回來的時候 牠已經有結果了 火龍果的形狀出來 綠色的 那那時候 就當然不能採啊 我們就回台北了 那這次回來就變這樣子 對啊 所以各位就知道 我們為什麼後來都不要種東西 因為種了的話 沒有用 你果實你也來不及採收 像以前樓下還種蘆筍 其實 就是 怎麼講 回來都已經都 太怎麼講 過 過時了啦 那個 十幾都過了 所以就算了 所以後來 這些我們就隨便採 所以我現在可以下一個結論 就是說 龍舌蘭肯定可以種 對 南部蠻適合種的 我覺得我們家這邊也蠻適合種的 對 以後這邊都把它改成龍舌蘭 龍舌蘭跟雜草共生無所謂 嘿 搞不好還可以那個保護它 對啊 對 你看這現在很熱耶 台北 昨天還幾度 嗯 二十 那時候前天還十幾度半夜 現在我南部這邊 二十五六度很熱 非常熱 可能穿一件長袖就可以了 然後正中午的時候 太陽又很大 那晚上我就不知道 至少我覺得 現在是非常非常的 熱 然後風和日曆 然後沒有 你看藍天耶 藍天 藍天白雲 對白雲在哪 藍天 沒有白雲 哇怎麼怎麼連一朵雲都沒有 好藍好藍喔 對啊 對 嗯 所以目前就是 隨便它長了啦 有機會我再看是不是 買一些龍舌蘭 還是把台北的龍舌蘭 帶下來種 這樣就好了 其他的就不予考慮了 嗯 那就趁著這個時候 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很久沒介紹 好啦 那就大家假日愉快啦 太陽好大 好啦 就這樣囉 拜拜